非常的谦卑 也非常的大气 那一次我去到他们那里 本来是我要请客的 因为我们三四十个人去吃饭 他们还没有 才刚刚了解这个事业 怎么可以让他们去买这个单 你说对吗 但是任姐说 娜娜姐今天这个单绝对不能买的 如果你买完单 我们生四个直接就先桌子的 哇 抢得我 我还敢再去买单吗 哇 我就觉得就像老师说的 今天怎么样的人会成功 老师一直告诉我们 是不是武器 做人的武器 第一气叫什么 大气 老师说的 当我们在选人才的时候 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吗 其实今天我讲的是领导人的话题 今天是吃牛排不是喝牛奶 然后那个叫什么 老师说的 我们今天作为领导人 要像心态一样要干嘛 要懂得发现人才 因为我们那个叫什么 我们如果在不对的人身上 花太多的时间都是什么 都是浪费时间 你说对吧 所以我这次去到澳门 这一次有很深很深的感悟 后面很回忆那个 结果吃完那顿饭 我说哇塞 我们那个老师教我们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懂得礼善晚来 那我就想到我要送个什么礼物给他 就一直想一直想 又给任姐三两 又给那个马克三两 后面他们说 应该要买一个眼镜比较好 我本来说大家送个包 就是这个叫什么 我们这里是包教包配包成功 结果我跟着去到澳门 找了一个礼拜 最后一边才找到那个 我希望他喜欢这份礼物 今天我要亲自要把这个 他过来要亲自交给他 又找金姐挑 我怕我眼光不好 你说对吧 送的那个叫什么 不太喜欢 因为毕竟在澳门买的 我们如果寄过去这些 就很麻烦了 你说对吧 所以我就在想真的 我每天都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都会偷笑 为什么 就在想 今天我是哪根戳哪根树 你说对吗 所以我就发现 阿尼斯耶太有魅力了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条件 什么都不是的人 可是你会发现 我不行 我跟行的人合作 我就干嘛 我是不是顺便就干嘛 顺便就行了 你说对吧 所以老师就在 一加一等于二是什么 数学的原理 但是一加一等于十一 是经济学的原理 可是今天老师教我们 在阿尼斯耶里面 是一加无限 你说对吧 而且我们今天那个叫什么 你看这个市场怎么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市场是我修指甲修来的 我们修指甲从乐乐开始 老师说的爱留八九 是太重要了 哇 你看延伸到我们森师哥这边 马哥这边 现在我们龙嫂 你看都是八年的保险基因 你说对吧 在保险公司已经被训练好了 你说对吧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今天何德何能啊 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没有阿尼这个事业 没有老师 我怎么可能会跟 跟他们这么厉害的 这种人才什么 去我们去什么 一起去合作 你说对吧 所以在好多年前老师就说 未来是没有老板的 只有什么 创业领袖 未来也是没有员工的 是要什么 梦想合伙人 你看今天 我是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的 可是今天 我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什么 梦想合伙人 一起什么 一起合作 一起今天什么 把这个事业什么 就是这个事业就是刚刚君姐说的 成功不是你赢过多少人老师说的 而是什么 帮助了多少人 你说对吧 就像讲老师今天 哇 像季老师这次也说的 哎呀 不发怎么办呀 都丑死了 下面又来了 哇 我们是不是都觉得 这句话 讲这句话的人太任性了 你说对吧 哇 当年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刚刚跟三老师的 季老师说 宝贝 你现在好好享受 你现在的贫穷 未来呢 你就回不去了 哇 我当时穷得不得了 我当时来住阿丁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能赚三万块钱 对不对 我就不用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知道 就是老师说的 爱十一世纪最大的危机是没有什么 危机意识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外幕公司做产购 我就知道这种叫中间三 这种公司是不长久的 所以我就很有危机意识 我就在想我要有一个备胎 我说我赚三万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是不是生活无忧了 你说对吧 不是说生活无忧 就是说至少这个解决温饱问题了 你说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跟三老师所见所闻 就觉得三万都很多了 想办思想 阶层办阶层 就像阿佛大学讲的 是不是你五个人当中 你经常跟这五个人就常常讲的 跟亿万赚千万你说对吧 所以你看这一切的一切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说我过去赚三万 我都觉得我在这里 我赚有老 下有小 至少小孩读书吃饭不用担心了 你说对吧 可是现在跟三老师过 我就觉得 哇 赚三十万都好穷 为什么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 跟君姐老师带我们去古拉夫 去看那个传 给君姐搞了一套 那个什么蝴蝶 老师特别喜欢蝴蝶 为什么 因为蝴蝶的前身 什么毛毛虫 就告诉我们要蜕变 要改变是很重要 结果后面那个小小 那个卖这些奢侈品的人 特别会拾货 老师就拎着爱马仕小小的 那个真的是 物以稀为贵 有钱卖不到 一进去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卖货的就说 哇 陈老师到那个澳门的那些奢侈品 都认识陈老师你知道吗 陈老师买一个包 十几万 这条街都知道 他就说你们怎么知道 现在因为经济萧条啊 使以为安逸的FC这样子消费啊 做传统生意 谁敢这样消费啊 你说对吗 结果就给他 就看到了老师呢 提的那个包就很贵 专门给老师推荐一个 表示200多万的 说陈老师 你带这个很好看 陈老师说 这个我早就买了 不过我一次都还没带 还轮不到带 哇 君姐就很识货的 就哎呀 太任性了老师 你这200多万买了 那个叫什么都没带过 而且都挽掉了 我们如果有个20万的 都挽不掉 你说对吗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老师这一切的一切 刚刚是不是看到老师的影片 老师这一切的一切 透过什么来的 是不是透过这个事业来的 你说对吧 从我们第一天到达澳门 我都后悔12点钟 我们都好后悔12点钟 以后过关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想 今天老师为什么在这个海业 做到世界第一十几年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什么 老师那一天要做什么 他说要做最高规格的观众 因为老师那天自己亲自带三个新的市场进会场 季老师讲那个水 明白了吧 因为卖爱马斯的总监 小龙要放一台水 老师说不让 一定要先来上课 先给知识 再给产品 先要来听这个水课 季老师亲自讲 然后老师说 我今天晚上带了三个部门 我要带三个新的市场进会 我要做最高规格的观众 哇塞 结果老师 这个那个澳门会场说 这有史以来史无前例 这这个世界第一夫妻娘就面对着十几二十个人 就同时同台演讲 老师还听听什么 套那个高蛋白 营养早餐 哇 我听完过后 你知道我是多么感动吗 今天我们十几个人 哎 但这个左板又变 这句讲就好了 讲什么讲 有什么好讲 你说对吧 所以这就榜样的力量胜于一切 榜样的说服力什么 更加的重要 所以今天老师为什么四十年如一日 就像老师说的 今天我们做到一时没什么了不起 而是做到一直的人才是什么 真正的了不起 我就非常敬佩老师的这种精神 做得这么成功 面对三个新能亲自三去讲 你说今天我们不要羡慕老师的结果 我们要效盘他的过程 如果今天我们也像老师 学老师的这种精神 我们不就是下一个老师吗 你说对吗 是不是这样子了 不然我们那天他说 哎呀后悔老师说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会上台 就是跟着老师永远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什么 想不到的 你说对吗 哎呀我说我们应该要早点过关 我们应该要来什么 要来学习才是最短 但是就是想到说十二点钟以后过关 可以在澳门给老师多待一片的贪心 你知道吗 结果应该要 你说对吧 如果早知道 哇 我估计三小姐 他们花一千万都要过去 你说对吗 是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哇老师亲自摇这个什么 高蛋白 亲自那个什么 亲自来跟季老师来讲这几个新朋友 哇我觉得这几个新朋友 简直太有福气了 你说对吗 但是什么 最终看完过后 那一去老师就带好几组新的市场 在澳门就十几组什么市场 然后我会发现成功的人是什么 永远是不是都是盯着目标 结果老师马上什么 永远跟我们谈的都是目标 我现在在澳门要干嘛 要重新做一个FC 哇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澳门哪个号 你说对吧 老师做FC 我可以能不能成为老师的益主 澳门的益主什么 市场 这个就是我的梦想 你说对吧 而且我会发现这个事业 真的真的是非常的 每一天都是惊喜的感动 我就是在澳门在洗手间 陌生认识的这个半斑解 今天有没有话给半 有没有话给半斑解听 要话给半斑解听 好不好 你看 我在澳门洗手间 陌生认识的这个半斑解 结果这一次因我们过关 耽误了这个时间 他在那边等我几个钟 在火和军节捧着喧哗 哇 真的好感动哦 就像老师说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来不及 陌生 没有陌生人 只有来不及什么 认识的朋友 就发现走到哪里 有宝贝真好 然后叫了那个七人坐的车 等到我们几个钟 哇 我就觉得好感动 你看这是我跟着老师 跟随学习的吗 顺便什么 开发 你看这个是我在银河酒店的洗手间 陌生什么 推荐的这个市场 而且我就觉得它好需要 而且我们在澳门 每天给我们送一支园的水 送水果 哇 每天都满前满后 和解他们过关 他也送他们过关 然后哇 就觉得在那边有一个家人一样 特别的什么 特别的感动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觉得是无中生有 他是无国界无边界 随时随地 走到哪里是不是都给亏见 因为我们一去就被老师刺激 老师在澳门十几组新的市场进来 马上四五组 我们不认识的就进来了 你看一阵子没见到老师 马上四五组新的市场什么 我发现老师每天都什么 每天都在做做做 其实老师今天的分数已经好几百分了 已经完全不用做了 但是老师已经把这种成功 并成一种什么 习惯了 所以老师说的 成功的第一把钥匙是什么 是一个好的 随时随地干嘛 这种推荐 就像刚刚君姐做的 当我们心中有爱 我们推荐是什么 完全无障碍的 当你不相信安丽这个世界是助人的 你就不敢去推荐别人 而且你就觉得 哎呀你是在求别人 你说对吗 哇我看到这个番茄 澳门这个番茄 我在想我当时不推荐他 我不给这个机会给他 他在那个威名师发牌 发了十几年 而且手也抬不起来了 你发了十几年发牌 他的健康危机 事业危机 而且现在赌产生意完全不好 这是什么你看 当我认识了他 我跟他交了这个朋友 我把这个机会给到他 而且他在澳门又是老师直接推荐 你看是不是给了他一个改变家族什么 命运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不要小看你每一次的开口 你也许开的这一次口 我等一下放一张相片给你 你们就知道有多么的震撼 你知道吗 同时四代都是MC 你说可以建造的重要 你说安丽的成功机率是吧 大不大 你说对吧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 第二天我们第一天就过去就陪老师 那个叫什么 老师就陪我们吃一个这个什么宵夜 吃一个宵夜 然后就讲了刺激的不得了 哇塞老师这个又是心满的 永远都是最实散的 那个叫什么 很多人都穿名牌 一件名牌穿了个十年八年 穿了个杂牌演做对吗 但是老师的名牌是干嘛 永远都是限量版 永远都是最年轻最实战 新款 老师一抖出来就是两个字 带给所有年轻人梦想 你说对吧 带给所有年轻人梦想 我今天来不及穿那个 老师也带我去买那个巴黎世家的衣服 君姐也说很好看 就说这个叫很年轻嘛 你说对吧 现在要年轻化 你说对吧 我们跟着老师慢慢的什么 也打扮了什么 越来越年轻了 你说对吧 因为老师就是这种很年轻吧 结果第二天 老师你看 随时就推荐了那个爱马仕的总监 然后就带我 因为老师告诉我 你不要乱买 你不要乱带 你乱带吧 你不带别人还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 还不知道你是个穷人 还不知道你是个土里瓜鸡的 你说对吧 那你干脆 你不要乱带 不要乱买 老师来帮你 选来帮你买 对吧 结果我就很听话 我真的也没有乱买 好像我平常呢 也不太爱带这些东西 你看 今天君姐 你看 马上就带了 结果我买了一堆 我也不带 你说对吧 结果那个谁说 那个娜娜姐 你爸朋友圈不是买了一个还小人的吗 今天怎么不带 我说今天来的都是FC 没有小人 所以不需要带 你说对吧 怎么这样 那就不用带了 你说对吧 其实我老师说 这个是还小人的 哇塞 那一个还小人的 过去打购要拿好几年 你说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哎呀 真的是太快乐了 然后就带我们去买那些东西 因为我也很少买这些东西 因为这几年我都在创业 你说对吧 很少买这些东西 又买了房子 这些什么的 结果老师就说 哎呀 娜娜你现在 也要开始 那个叫什么 门面要专修了 你说对吧 要开始给你打败了 因为我也没买过 老师就带我去哪 哇 就去那个爱马仕 又开始什么 我就发现老师出去 陈老师做啊 你为什么成功 为什么简简单单 轻轻松松 快快乐乐乐 为什么老师十几年 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 我就发现老师 永远不会一个人作战 老师是借力高手 他永远不会一个人作战 永远至少是两个人 或者是三个人 最好的是不是三个人 因为你再好的举重冠金 他也没办法举自己 对吧 你不可能向君姐出去 你知道我是谁吗 开五家工厂 对不对 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这牛逼吹得也太那个了吗 就广东人说的八婆卖瓜 自卖自华 你说对吧 你会发现我们这几年 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两个人出去开发 我们在电梯 君姐在电梯也开发好几组 很好的市场 我在电梯也开发什么 好几组非常好的市场 小红姐这个市场 我美国这个市场 就是在电梯开发的 就是跟随老师是不是在电梯什么 开发的你说对吧 所以我们发现老师 他绝对不会一个人作战 所以老师是借力高手 所以老师说的 我今天我们没有能力要懂得什么 借力 懂得借的人才是什么 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说对吗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所以老师出去都是 至少要带两个人 至少要带两个人 最少都要带一个人 什么两个人附下什么 销售 对吗 销售配合带动 所以当我 我以前也不懂得销售配合带动 我第一次出去跟随老师到美国 我才知道什么叫 世界第一的销售配合带动 什么叫讲真话谁都会 讲对话却需要智慧 所以当我这一次过去看到 我就发现 老师非常的会什么 非常的会排兵附证 排兵什么 附证 并酬 非常的懂得借力 都是什么 几个人出去 所以第二天就带我们去爱马仕 是不是又开始借力 你看我过去我也不懂得什么 我过去没认识老师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马仕 我知道 知道一些品牌 但是爱马仕什么 真的不知道 结果就带我去买 就带我去挑 挑这些表 配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我就 就顺便他就跟那个小龙说 我们这个娜娜过去 我说哇 今天我们不跟赛老师 我们连什么叫爱马仕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安逆这个事业最好的是 你不要害怕家里自己过去的是什么 过去的这种卑微 过去的这样 当你这样讲完 别人才会有信心 对吧 你不讲别人 那么一进来就这样了 你说对吧 怎么可能 我第一次出去跟随到扬州 就是我们参战姐 哇 那个时候买那个坐车也不要花钱 什么也不要花钱 送我一堆东西 哇 我就觉得老师的这个大家庭 太温暖了 那个时候平姐还给我们看他的收入 我看了直流口水 平姐说 哇 我儿媳妇只崇拜两个女人 一个就是陈老师 我很好奇第二个是谁 第二个就是我 我是他婆婆 他说为什么 因为你看 我是一个农民 我通过这个事业 所以你看 灿灿姐这个产业也要做FC 我们平姐 立志也要成为农民的FC 军姐要成为企业家的FC 你说对吧 哇 他给我看他的收入 在上海我永远挖过了100多万那个时候 哇 那个时候我都收入很低 好像才1万多块钱 我看到100多万 哇 我就觉得天哪 什么时候我能赚100多万 是不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即将什么 得到的 对吧 你遇见就会什么 遇见 所以平姐那个时候就说 哇 我给我老公买个奔驰车 是干嘛 买菜的 送给我儿子 开迪拉克 我看我们这里很多人很有头有脸 也没给老公买个车 是奔驰买菜的 这是不是你的选择 大于什么 努力 你说对吧 选择是不是太重要了 你说对吧 像刚刚 我们那个叫什么 君姐说的 他在胡专界25年的时间 25年 如果他今天同样的25年在这里呢 结果是什么 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对吧 那个时候我听他赞在姐的故事 就是说 他前面来的时候 他觉得老师讲的太简单了 他是工程师 因为我讲的这么简单 他听不进去 觉得就大道回复 结果他推荐了几个部门 就觉得 哎呀 这么简单我可以做 就像我 你讲部长了 我做不下去 讲简单我可以 你说对吧 结果赞在姐就去上班了 结果过了几年过后呢 他每一年都有收入 推荐了几个就不做 这是不是刚刚 君哥讲的 但老那个 季老师带着君哥到新西兰 就到奥克兰 但是我们到皇后镇去旅游 让他背一个背包 几年没去那个市场 好几百万人民币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在你做的时候 你是没有自由的 不做的时候呢 是没有保障的 可是今天安利斯耶娜呢 是让我们成为时间的主人 成为什么 金钱的主人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可以让我们什么 做的时候都非常的自由 我们做的时候非常的自由 你看老师 喜欢澳门 就在澳门多单一单 就在澳门住人 现在要在澳门要做FC了 哎呦 真是太刺激了 你说对吗 然后呢 那个叫什么 然后喜欢美国 就是去美国 在美国你看度假 喜欢去拉斯维加斯度假 在美国度假 美国又做一个FC 老师说的 他7月份就拿到了 两年没去美国了 就在美国拿到了 今年那种新的奖金 额外的25万美金 你看到没有 这个事业不在值收入 不在那个国家的收入 不在地点的收入 还有不在市收入 有一天我们百年 移民去见马克思了 我们的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是不用交遗产税的 明白了吗 是不用交遗产税的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我们这一次 我们还亲眼目睹 见证了一个事实是什么 哇塞 我们平常只是听老师说 但是这一次 为什么老师说的 亲眼目睹的力量是什么 是不可替代的 你说对吗 所以那天老师 在我们去爱马斯买完货后 就给小龙讲 马上又跟小龙同时 不是2689 马上就帮他推荐三个市场 他店里面的两个店员 有一个店员很复杂 如果是我 我都懒得跟他讲了 我都懒得跟他讲 你看这就是我的心境 对吧 哎呀 这么复杂 你讲东他者 学老师 你闭嘴 闭上嘴巴 我来跟你讲 然后什么 就跟他讲 哇 我就觉得老师 这个叫欲强折强 太有魄力了 闭嘴 那个人拼命要讲 讲给你腿有的没的 他就讲另外一个随好 另外一个随好 你怎么喝得长那么多洞洞 就这样讲 哇 我们跟君姐当时在那里看到 怎么叫高手过招 真的是太跑弯了 马上就两个市场 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过来看爱马斯 马上又帮他又推荐市场 这个人在叫美宝 在美高美座公安金里德 那个人也很识货 一看到老师他也喜欢爱马斯 然后马上老师这两天就去美高美 马上这个小龙 老师就说这个小孩子 90年的看到他每天 瞒得不得了啊 他说你在这里瞒 瞒到什么时候啊 对吧 你现在是为你的每一天瞒 老师是为你的前途啊 你看老师永远是瞎发观念突破 你说对吧 这个90年的孩子 然后又带我们又去瞒 是不是又是展示给他看 你看到没有 所以你看 同时又马上给他建三个市场 哇我就觉得老师太有重点 效率什么 速度了 为什么老师这个电视剧看的也比我们多 最新流行的电视剧都看 我啥电视剧都不看 电影都不看 我们都一天都瞒得要死 你说对吧 但是这个结果好像不是说让我好 你说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 抓重点 你说对吧 马上三个市场 好了又去弄牙齿 弄牙齿 我跟君姐呢老师在电梯推荐两个部门 我们是会开始配合对吧 然后呢他在八楼下我们君姐就马上下去两个人就那个叫什么 就马上去推荐 君姐就马上就开始那个是美女就要借美女的力 哎呦老师可会借力可会排队复证 都不要我出去 我那个时候出去要跟君姐说 你说对吧 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出去 好了等我们一散了 老师这个牙科医生已经邀约成功了 哇 他马上去书整会吃饭 他马上打扮了一个样子 他给我一年的 看他就好年轻哦 然后他就那个牙医生 你看刚刚是不是君姐讲老师怎么邀约他的 你晚上要过来啊 因为我弄的牙齿 我不知道哪些该吃哪些不该吃 你过来吐的那里我就有安全感 他老师多会示弱啊 你说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都是硬斑斑的 来来来来 你说对吧 把人家不来都给招了 你说对吧 你看多会邀约 你说对吧 而且就马上把他邀约来吃饭了 结果谭姐他们说 老师你跟他讲了什么 讲了什么他就来了 就告诉他过来吃饭呗 他就过来了 你看那个就是我们没有跟随到 没有学到这个精神 你说对吧 是不是你会发现 我就看到老师随时随地 结果老师说 看到他为什么这么年轻 说你做一个牙医 你一天到晚都面对那么烂的那个牙齿 你说对吧 你看像我出来 我都是面对美女 不是讲的我 讲均姐他们很漂亮 对不对 我都面对的是美女 看到都是美好的未来 说我们人的这一生 一定要交三个朋友 一个是什么 你是牙医嘛 对吧 管你医生嘛 医生所不健康 你看牙医 他说你是最有判断理的 为什么 因为牙医 你为什么选择牙医 牙医是最赚钱的 你看先鼓励肯定他 你说对吧 然后呢 就讲说什么 第二个什么 你还要教一个朋友 叫理财师 结果老师说 我就可以做你的 你教我弄牙齿 我呢就教你怎么做理财师 老师说 我今天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透过900万 然后后面看完 又带小罗马山去看老师的那个房子 哇 像一幅画一样 一层楼就买了三套 一套可以租好几万 空了十几二十年都没租过 这个才叫认识 如果你今天一套 可以租几万一个月 你会不租吗 多少人说 哎呀我租了 我就刚好不用干阿罗了 你说对吧 每天就像行丝抖落一样 拿着人两三万块钱 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 只是价格 你说对吧 哇我就发现老师这一天的这个效率啊 实在是太高了 马上又再看完 你看我这一切的一切 你看我这一切的一切 凑过什么 是不是就凑过什么 九百块来的 你说对吗 吃饭 马上又三足新的市场 马上趁热大天 哎呀我们推荐一个人要搞好久感情铺垫啊 这个送礼啊 这个要搞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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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对吗 所以我们就成功都要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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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发现老师都是什么 一场快速的 你说对吗 然后马上就销售九号的直播 九号是不是有直播 马上销售九号的直播 你看九号的直播 这次那个勘军大哥 他过去是不是太观察的 你说对吗 所以他说看见就这样遇见 他就看到他的那个扇线是什么 从小从大头抬到小头 最后还要进去里头 不能做了不能做了 然后就你看 了解做了这个案例事业 他曾经打执多少案例了 结果他这一次 他是不是讲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相信是不太重要 结果他特别的会销售 所以销售很重要 如果你很随便把这句话讲出来 别人就什么 别人就随便的听对吧 结果他上来呼吸的时候 我为什么上来呼吸 就是有一天陈老师下楼的时候 扶着我 给我讲了一句话 我就上来呼吸 结果他上次是不是在福州 年会的时候讲 让别人其他之后好多东西办 才讲 哇 是不是人就变掉胃口 这一次就在爱马仕学到的极核营销 我们和解一去 马上改变 群结马上改变 买爱马仕买 环克牙包 这这么人是最容易被影响的 你说对吧 像我是不乱买 因为老师一代我买 就是买最顶级的 因为老师以前叫我说 你不会买 不要乱七八糟买 不要乱花钱 因为我从来也没买过这些东西 我会买衣服 没买过这些东西 你说对吧 结果他们就和解 就很想拥有一个爱马仕 哇 这次真正看到什么叫爱马仕营销 买一个水桶 下去一样看都不卖给他 后面说要我去才卖 还要发我的卡 还要用我的那个叫什么分 才卖给他 和解说 我终于知道身份太重要了 实力代表一切 哇 他那个包包好漂亮 没回事 结果也别紧和解散了 他们这一次过去都是什么 收获什么 非常的大 你说对吧 结果那个叫什么 结果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什么 一下子 就讲说 他拼命的销售嘛 你说对吧 好了来 有请我们辉辉姐入场 来来来来 赶声赶声 音乐音乐 音乐 音乐音乐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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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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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说,到底陈老师跟你讲了哪一句话? 他一讲出来说,哎哟,你不了解陈老师,陈老师对每个人干嘛,都讲这句话,但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听到他后面的这句话才是重要的。 他说,对对对,陈老师对每个人都讲这句话,宝贝,你是一定可以上FC的。 他说,哎哟,果然你是老师的深度,你不了解陈老师,但是他后面的这句话才是什么? 才是我们要学的一个重点。 后面他讲,对对对,陈老师对每个人都讲这句话,是的,但是我勘君后面加上了三个字,我相信,不是别人相信。 所以老师说,知道没有力量什么,相信什么,才会有力量。 你说对吧,这一只叶子就跟我说。 他说,那我到底差哪一点,你可不可以点我一下? 我看到他把这八天去到澳门也蛮可怜的。 你说对吧,我就后面说,我说你差哪一点? 你就是差相信的程度,对吧? 你就不差相信的程度,你开个浮专店,你要借几百万来专修啊,弄这弄那。 你为什么敢借几百万?做个安逸,你唯唯说说的,这也不敢,那也不敢。 你不就是不相信吗?你说对吧?你看,当我当时呢,凯琳在这里,我卖房子的时候,凯琳说,那那姐,卖一套就好了,留一套吧。 你看,这是我很保守人的观念。和解说,如果是我,我也会留一套。 我当时我就在想,我相信我今天跟上老师过后,我未来房子住不完,我跟着老师,对吗?我们跟着老师。 很多老师多少套房子都不租的,你说对吗?都空在那里的。 我看见了,这就是我未来的人生。我那两套房子在这个小地方算什么呀?你说对吗? 刚才就全部卖掉了,因为我房子是空的,我不想有任何的负担。我想清装上证,我没有负担,我好好的什么?学习。 我要把这个什么?卖房子这一百万,让我的脑袋光复有,我的口袋才会负担。 我的脑袋是空空的,口袋是不空空的。当时吴老师的表弟就说,哎呀,老扁那个他当家的叫老扁,因为头是扁的。 所以我的头比较扁,我们议员宴不扁。老扁,你们那房子当时卖了,他说你们不乱搞传销。 你们给我来生生卖房子,你现在都赚一千多万了。 结果,我老扁就说,哎呀,对对对,你讲的对,是,我是亏了一千多万。 不过我们把这一百万投资到这个脑袋瓜里,我们现在是,不是用一千多万,我们是无价。 不然我当时我就觉得吴文这个表情,你再去太帅了,怎么这么会兵来降,来平坚了。 真是高水平,你说对吧,他问到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次看去,大概也过去那边,就讲了这个相信,同时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老师和季老师的媒人。 四十年,来,把那家下面打出来,我专门给他拍一张照片,因为视觉效果很重要。 我跟你讲,你听会忘记,他会记住,你看,这就是,你看,我这个确实是要减重。 体重啊,体重啊,你还需要美颜了一下,你说对吧,我最近也送了五公斤。 你就让我相信我会瘦,我就会瘦,对吧,我以前不相信我会瘦,我就不会瘦,你说对吧,我做了五公斤,这个衣服都大了,我好多。 你说对吧,这什么就是相信的力量。你看我们在阿如姐,她跟老师在四十年前,我找到她年轻的那张照片,她是在年轻很漂亮的时候,就干嘛,就认识老师了。 而且欧余姐还给老师去到他们家吃饭,你说对吧,你看我就看到,这一次她就跟我们分享,那天我们会不会,最后就请她来讲。 她就专门给我们讲,老师四十年前,一贫如洗,然后干嘛,还租她的房子住。 四十年前阿如姐,她的爸爸给她留了什么,很多的那个什么花花,留了很多的房子嘛。 所以她还租房子给陈老师住,陈老师要让她注意,她还租的比较便宜,所以老师特别的什么,重情重义。 后面十二年过后找到了阿如姐,你看,你会发现相信的成本是什么? 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不相信的成本和代价值真的是不是非常的高? 你看,四十年不相信。所以老师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点。 第一种人是什么?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人是什么?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让这个结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时间去见证什么? 就像阿如姐,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时间,用四十年的时间,见证了老师从一无所有到今天的应有即有,可以说到登峰造起。 你说对吧?所以我们这次看到阿如姐,我们就觉得,一定要相信啊,就是多了一个字, 你弄不相信,四十年什么?四十年过去了。 所以你还同时,我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累积。 所以老师当年说的,做完你就像卖棺材的那首歌,总有一天等到他。 但是你要坚持,是不是很重要? 结果老师,你看,这一次到澳门,老师的速度多快? 二十八九,我们的二十八九很慢,老师的二十八九的速度特别快。 我们上次在上海,老师就,阿如姐就,你看,她的老板娘,就是合伙人。 就很有好奇心哦,所以成功是有特质的。 她就听到老师跟那个阿如姐通电话,她就觉得,你这个老师是什么? 就主动问,就觉得老师讲个话什么?就像妈妈一样,每句话打到我们的心卡。 就主动问,哇,你什么时候也带我,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这个老师? 真的可以吗?你看,这是有好奇心的人。 她带了一个顽品姐,我可能相片没有发给,那个音响,我就讲就好了。 你说对吧,你看老师马上二十八九,这次到澳门,带着谁? 带着我们那个阿如姐下面那个顽品姐,你看四十年过后,你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累积的力量。 内积的力量,你说对吧?你看你看,她就是相信。 这个老师对每个人都讲这句话,她相信了,她是不是就上FC了?你说对吗? 就像我们今天灰姐,我们参小姐,都是这个产业都要上FC的。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这才会有力量。知道没有力量,相信什么?才会有力量。 你看,看一句大哥就说,我相信,就像你肚子饿了,你要你吃饭才会饱吗? 或者说,哎呀,我肚子饿了,我不要吃,我老公带我吃就饱了,怎么可能会饱? 所以不是别人相信,而是什么? 而是我相信,是吧?很重要。 我相信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 她一直也不需要任何投资,只要投资,我相信做不做得到。 不是别人相信,是干嘛?是我相信。 所以我看到阿鲁姐,我们一定一定要什么?相信。 那这次像群姐,和姐,她们都亲了,听到了什么? 阿鲁姐讲,过去老师,四十年前,真的是一碗羊村面,什么叫羊村面? 到什么?今天的应有尽有,我们要不要相信。 哇,所以我专门给我们这个阿鲁姐拍张相片,给大家看。 你说相信是不是太重要了? 你看阿花,我第一个找的就是阿花。阿花今天听完,有感觉感悟。 不过你还没有到四十年,你现在还来等。 那你是要等四十年,还是要现在马上开始? 是在于你的什么?一念之间。 你看我当时也是第一个找的是阿花,第二个找的是罗红。 罗红没有阿花聪明,对吧? 阿花两只猴子,阿花太聪明了,聪明宝贝聪明物,不相信。 罗红笨笨的他相信了,不管怎么样,今天人家也有那么大的一片假赛。 你说对吧?是不是知道没有力量,相信什么?才会有力量。 所以相信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可是怀疑的成本啊,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 你说对吧?所以我就觉得相信是不是太重要了? 我觉得这个事业简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信者灵,灵验的灵,不信者灵呢?灵验的灵。 所以老师说的,当我们今天看到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还要蒙着自己的眼睛说什么? 我还没看见,这不是有眼睛视若无睹吗?有耳朵什么? 充耳不耳,你说对吧?所以我这一次阿如姐专门讲了她的故事过,哇,我听完我就觉得,一定要相信啊! 今天这个事业什么都不需要投资,只要投资相信,我为什么不信呢? 相信也不需要你拿一个亿,也不需要你拿一千万,你什么都不要,相信不需要学力,不需要能力,你说对吧? 所以老师的大儿子说,我妈妈是全世界最会做阿尼的,我们总是给宝贝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说陈老师永远解决宝贝两个字的问题就是什么?相信的问题。 当你相信的时候,你为什么?你那种力量是什么?是,那个叫什么?无往无利,无所什么?不能的,对吗?你讲话就为什么?就会有力量了,我们过去都是不相信的,那怎么样才会相信? 是不是要透过所见所闻?群姐这次去看完说,前面五十年都白活了,她以前都觉得在龙门风云人物,在龙门开了五家酒店,觉得很暗了,可是一走出去,是不是所见所闻就比较了? 就像我,三万就是什么?心嘛,什么?意足了,你说对吗?可是今天呢,透过所见所闻,三万,可能老师带你买块表都还要差好多,你说对吗?这就是所见所闻的力量,你说对吗?所以你看,当我们今天什么都不要学到,学到这两个字相信就做了,当你相信,所以老师讲过六个相信什么?你首先相信公司,我们的公司已经够好了,六十多年,中国超过百年,企业的有几个呀,对吗? 公司这么好,本金不用出,你说对吗?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相信产品,你要尴尬,两个都说二十五公岁下来的,你看他们下二十五公岁的吗? 完全不像,这什么产品在他们身上,已经看到了什么?千真万句的事实,你说对吗?你看我以前出来都不认真,就是最近认真,我一下就受五公斤, 整个什么?整个人就变得轻松了,你说对吗?整个人就变得,哎,你以前我都不能走路的,走一下就累,我们最近跟金姐一天都一万步啊,你知道吗? 你这个是需要体力的,需要营养的,你说对吗?所以你看相信产品,产品你用了,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会说话? 所以相信公司,相信产品,然后什么?你要相信什么?相信我们的这个制度,我们的制度是被哈佛大学人民大学拿来做教材的,你说对吗? 我们的制度是无限可机,完美什么?无缺,你看海燕,一直不相信,他这个月相信,这个月就可以上了,你看到没有,他给我记账的,做我的税务的,他都看得到我每一年的成长,你说对吗?但是他过去都不相信,人家没看见的都信了,他看见的都不信,可是你看当他最近信了的时候,他就要全力一步的时候,你看吴老师说他这个月就可以上了,对吧? 而且他,我那个,我那个起家的地方,我都一直都觉得不转难给别人的,结果他最近让我们特别的感动,你看当他相信的时候,遇到任何事情都什么,都是一个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结果他前程都摔了一张,那个脸肿的跟包子一样,然后牙齿也弄掉一颗,也挖了好几万补一颗上去,你知道吗? 结果我看到他摔成这样,我也觉得他很可憐,因为他男朋友的车去,车我去了,结果他就说,娜娜姐,我要很感谢上天让我摔了这一脚, 为什么?因为摔了这一脚,我才知道我的责任和实力,他说因为我的宝贝都是开电动车,我要什么?上天就是让我摔了这一脚,才知道原来开电动车下雨天是这么不安全的,我要什么? 我要帮助他们买上四个轮子的车,你看这种想法开始改变了,所以最近我对老师的一个观念特别的感受特别的深,老师就说今天我们拥有再好的学历只是铜牌吗?拥有再好的能力呢?只是银牌,你说对吗? 然后拥有再好的人际关系只是铜牌,但是你后面没有这张碗牌,你前面这些牌都是没有动的,你说对吗?后面老师说碗牌是什么?碗牌就是一个人的想法,是不是才是决定他的一切?你说对吗?这个想法决定什么?我们都叫魔法,所以你看,当我们今天看到阿如姐的时候,她的想法是不是多了一个字? No,不相信,对吧?当我们今天的想法是什么?相信,你看想法两个字怎么写?想法的想字,上面是不是一个相信的想?下面一个什么?心灵的心,你要从内心,心灵深处的这种相信,你讲出来的话是不是才会有力量?广之是怎么写?是不是一个三点水一个去?你要把你不成功的想法,消极的想法是什么?去掉他,你说对吗?所以你要把什么?你要发自内心,你看见的你是不是就要相信?你看当我们海燕, 摔了这一跤,为什么我说他今年一定可以?因为他的想法改变了,如果想法没有改变了,是不是都会骂人了?都会那个说这说辣,对吗?哎呀,怎么怎么说这说辣的?当你呢?为什么说?当你手上握在这张王牌的时候,你可以通往世界,对吧?你想拥有什么?就拥有什么?你看今天老师手上是不握在这张王牌?那我们在座的,我们很多的宝贝,比娜娜姐有更好的学历,更好的能力,更好的什么?人际,光, 人际,光,人际,关系,那你再加上老师这张王牌,你不就不得了了吗?你今天因为有战好的能力,战好的什么?学历,战好的人际关系,你没有这张王牌,你如果这张王牌没有紧握在手中,都是只大二十分而已,你说对吗?所以你看非常的简单,所以你看他的想法一转眼就觉得, 我要赶快成功,我要帮助我的伙伴成功,我要让他们也要买上什么?开四个人子,也要让他们也要开上保马,开上奥体车,当你这种责任使命,这种爱心一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无往不利了?你说对吗?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卡在我们的想法,你看我刚才会知晓,我跟吴老师很冷的打了一架,你看不出来吗?完全看不出来,如果我过去的想法呢? 我今天这个会不开了,明白了吗?因为我的情绪控制不了,我会觉得我不要开了,我不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当我的想法呢,一转念是什么?我就在想,我今天这么多人等着我,老师派了这么多天明天见,我不要做这样,不要脸的人,你说对吗?我马上不分做就这一做起来了,马上就这样不去过了,这是不是想法的最重要?你说对吗?所以过去我们好餐使用的做不起来,都是因为我的情绪卡的,我跟我老公一打架,我就不出去。 我不见人了,我就觉得我要一个人干嘛?我要一个人静静静一下,结果抑郁症就这样子出来了,一个人安静,闭门道士,安静安静,就干嘛?安静的变成了抑郁症了,最后成了神经病了,你说对吗?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们老师这个王牌是我们在抑郁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我们是否把老师的这张王牌握在手中,而不是一番什么?丰顺的时候,你说对吗?所以你看,我也是在改变,对不对? 每个人我们今天在安静心里面,不是改变别人,而是什么?而是改变自己,不是诞生别人,而是诞生,而是诞生自己,是吧?很重要,你说对吗?所以我就觉得想法是太重要了,你说对吗?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讲什么都是什么?没有力量的,我们都有这个诗,都有这个诗,家家都有被难念的经,就像季老师说的,我家的经已经很难念了,你家的经不要再来给我念了,家家都有被难念的经,我们的人生不可能一法风顺,一法风顺,就像那个星天土, 你都不是活人,而是坦在里面的人,你说对吗?而是我们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想的,才是最重要的,谁没有困难,谁没有挫折,谁是一法不风顺的,没有人是一法风顺的,而是在我们遇到历境的时候,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是否把这个想法去什么?去运用,才是什么?才是最最重要的,你说对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大家非常相信,非常非常的什么? 重要,我就看到我们的阿如姐,因为不相信,四十年的成人太高,时间多么的残忍,就像老师说的,人生就像一盘棋,给你下棋的对手不是时间,而是两个字,是吗?而不是对手,不是敌人,而是两个字,也不是坏人,也不是野兽,而是两个字时间,在我们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什么?就浪费掉了,你说对吧?所以真的,刚刚正在下棋,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这个,听篇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当我们今天阿如姐浪费了四十年的时间,我们不要再走什么?这个弯路了,我们也很感谢她,愿意去讲,这一次澳门的伙伴,就听到她这一段,都觉得特别的什么?正常,同时,也更加相信,老师原来也是一无所有的,是透过安理事业,那今天我们跟老师拥有同样的安理,像老师说的,我们今天,我们没办法拥有同样的过去,但是我们今天拥有同样的安理, 同样的什么?老师,同样的平台,同样的产品,我们一定会拥有什么?同样的未来,共同的未来,是很重要的,你说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相信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相信的人,这次老师在澳门,老师的邻居是谁?一个是吴易姐,他是一个会计,一名会计,非常普通的会计,一个家庭主妇,因为相信在世界各地跟老师是邻居,在美国,在澳门,在世界各地跟老师是邻居,这一切的一切透过什么?不就是透过这个事业吗?你说对吗?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对吗? 那韩姐是26家万贸公司总经营,青岛储备富士团,她是不是相信4年多什么?就杀了什么?她相信4年多是不是就杀了FC了,你说对吗?所以真的,安理事业老师说的,就真的我就觉得哥哥讲的太对了,说老师是全世界最有经验的,老师从来不会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但我们不会做,我们永远都是在给宝贝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你说对吗?但今天老师是全世界最有经验的,他永远是解决我们两个字的问题, 而是相信的问题,你说对吧?当你发现,你解决相信的问题,就像我们,如果来安理事业,我们投资,很多人投资,过生意啊,投资,这个投资那个,都投资很多钱下去,你投资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说,哎呦,我投下去会不会亏分,你敢借钱,敢这个,你一定想到我一定会赚回来,因为怎么样,你是不是才会投资?是不是做任何东西老师说的,不是说做安理,做任何东西都要从相信开始,你说对吧?因为你不相信,你就什么?你就不会进来嘛,你说 你说简不简单,对吗?然后就是什么?我就这一次,又是一张相片,等下都打出来,就视觉化很重要,这次我们最后一天,大概是最后一天回来的头一天吃饭,结果四代,就是从老师下来,四代都是F7,刚好这次都在澳门,结果就拍了一张照片,一代,二代,三代,四代,四代,四代, 哇,我们那一刻就觉得太震撼了,安理事件一定要推荐,因为你可能,你看不上的这个人,他做不一定就是下一个F7,你说对吧?所以会发现老师做的,不是推销,我过去加入几制度是整天搞推销,卖产品,你说对吧? 还是今天老师为什么做世界第一,是最会做的,是不是推荐?就是告诉你什么?老师每天都要推荐,推荐,而且什么?老师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什么?还是推荐什么?推荐给我们看,你说对吗?还是推荐给我们看,还是做给我们看,你说对吗? 开发是什么?很重要,推荐,你说对吗?结果呢,就是那个老师常常讲的,心中有爱,推荐什么?无赞,是不是推荐很重要,你说对吗?结果呢,这个叫什么?就是讲这个,一下子哦,有点紧张,四代,四代,你看什么? 第二代,五一姐,FC,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两个是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你说安利的成功几率是不是太大了?而且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三个FC哦,懂了吗?今天到达两个,你看,五一姐是会计,华安姐以前是他们一个办公室的,是不是两个?还有你看,潘君大哥,他过去那是好多安利人的,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做的,你看,同四代FC,你们觉得这个事业成功几率太大了? 你要不要评价?所以你情愿错讲一千一万个,都不可以什么?漏掉什么?赢个,你说对吗?有可能你不讲的那一个就是下一个什么?FC,因为他会爱溜八九,这也是老师的深度深度啊,所以这也是阿如姐,马上老师爱溜八九就完评价,马上就一个完评价什么?就出现了,然后老师说这个完评价一定会成为上海的什么?FC,你说对吗?所以你没发现,这个事业真的是太迷人了,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你每天 每天要推荐推荐,五个,是不是你每天要推荐一个人?哎,你不要想他每天推荐一个人,你要养成一个习惯,你刚开始是每天一个,答应什么?你慢慢养成习惯,我这次被君姐刺激啊?我这个人是牛顿的妹妹吃的,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又推荐一个了,就看到一个人站在爱马上那里排队,君姐马上过去,哎呦,你的,你的,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一样的东西,哎呀,你这个红的我也有,哎呦,我还没反应过来, 我急着说,赶快走,赶快走,我还是这里,该你说的不说,不该说的叫竹八戒,你说对吗?后面才搞清楚,他又再开发了,电梯开发一个,一到爱马仕又开发一个,当你养成习惯的时候,你是什么?随时随地什么?随时随地的什么?推荐,你说对吗?是不是很重要,你看到没有?所以当我看到那天,我们吃饭了,然后老师他们就说,哎呀,今天世代都到了,拍一张相片,世代都是什么?哎呀,复习,我就觉得推荐是什么?推荐是什么? 太重要了,你说对吗?这个事业,对吧?你要不断的推荐,还有未来,现在的制度深度呢?是不是很有什么?很有保障,你说对吗?很有,很有这个什么?保障,这个产业还有70%吗?有,有没有,对吧?没有,对吧?好,那就没关系,其实我们要重复什么?讲明的叫什么?核心加码计划,也是很重要的,你说对吗?核心加码计划,你看叶叶简单时,他是不是就相信? 借5万高利贷,结果核心加码计划,他们的收入比我们过去高70%了,你知道吗?同样的,你知道你们现在,就是今天你第一次来的,你加入是不是都是什么?刚刚好,你说对吗?你加入都是什么?刚刚好,所以,你看,你相信完了过,你觉得这个事业这么好,你会不会忍不住推荐? 你会忍不住每天推荐,推荐,你会发现你推荐就为什么?很快乐,你会发现老师为什么每天很快乐?因为老师每天都在什么? 每天都在推荐,推荐,因为你每天推荐,是不是每天都在讲不同人的什么?故事,你说对吧?讲不同人的故事,而且老师说的,我们安宁事业的成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什么? 而是点点滴滴,是不是特别的重要,你说对吗?那我们这次过去,也看到老师真的是这种点点滴滴,七天什么?七天七次,就是老师永远做给我们看,老师教给我们的经验,不是说给我们的,永远是什么?做给我们看,2689,还有那个叫什么?七天跟进,永远做给我们看,每天什么?定丁子的原理,但我们不会做的,哎呀,就像满三遍也是鸡, 这个抓一下,那个抓一下,最后鸡也累了,我们什么?也累了,老师钉钉子的原理是什么?永远都是钉住什么?一直钉,一直钉,一直钉,你看这次我们就看到老师钉住那个医生,钉住那个什么?小龙,然后灰姐三次去买买表,两个人,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万全,一个叫家豪,还是什么?一个叫家豪,我记得叫家豪,马上两个人,老师也什么?也钉,对吧?也电话什么?遥控,因为灰姐他们那边那种网络,那个叫什么? 那个推荐,网友见面会,这种他们的线上做的什么?非常的好,是不是每个人的什么?那个叫什么?不管你是线在线下,你只要每天推荐,你不是好推销,你说对吗?因为你每天推荐,推荐,然后在深度2689,你只要钉到什么?领导人为止,因为这个事业就是什么?领导人的什么?事业,包括今天我也不是老师直接推荐的,是不是也是深度深度?有些时候我们很生气的是什么?就是老师钉住这一带,你说对吗?老师钉住这一带,你说对吗?老师钉住这一带, 你会发现,往往成功多的是深度,成功多的是什么?是深度,就像我们前排领导人,其实我的横排很少,都是什么?深度市场是什么?很重要,越是深度什么?这就是人性,老师是特别懂人性,人性高手,你说对吗?因为越是深度他什么?越珍惜,越感恩,人家有句话叫隔代亲,你说对吗?当然今天我们有横排了, 你要不要定位说,我今天虽然是横排,我要定位做横排最珍惜感恩的,这也是你的想法,对吧?你不能听到说,反正都讲说,横排不珍惜了,反正我就烂烂烂泥巴吧,反正都讲我不珍惜了,我干嘛要真是珍惜?那你这个又搞偏了,你说对吗?但今天这样讲,你就要有定位,是不是老师说定位决定你的地位?但你今天说,哦,老师说横排不珍惜,我就要做那个横排最珍惜的, 我要做榜样,是不是一切在你的一念之间?所以老师说,一念之间算天涵,一念之间什么?下地狱,因为我们以前就觉得老师说,我们不教方法,整天教我们想法,后面才知道,有再好的方法没用,你没有好的想法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再好的方法,你做的时候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吃饭都会咬到舌头呢,你说你咬到舌头出血不吃了,饿死算了,就像我们遇到一点不顺的不干嘛,你说对吧?我经常都会干这种事情,因为情绪不稳定,你说对吧? 每一个人什么,我讲这个,我老公说,我笑,你说对吧?他说,你不干了都多少次了,所以你要不要很有信心,你不要以为我站在上面人多人要人,我们也有很多人,前面就是鬼,你说对吧,吃饭都会变了,所以每个人都会什么,都是在不断的什么,成长自己,你说对吧?所以我就觉得,你要不断的推荐,你就会变得什么,很有信心,推荐的时候,我这次就学到老师,要最快的速度,哎呦八九,不要等啊,我们推荐一个人也搞好久的这个感觉, 感情铺垫,哎呦八九,也搞好久,你说对吧?当老师永远都是什么,爱心耐心,当发现领导人的时候,就什么,就什么,就盯住这个什么,领导人,我这就去看到老师盯住那个,盯住那个顽评,对吧?就是电话邀约,让他把证件办好,就带他出来什么,所见所闻,你怎么盯住领导人,你怎么让他那个,就要不断来带他出来什么,所见所闻, 因为所见所闻才会改变你的想法,你所见所闻多了,你才会什么,你才会相信啊,你说对吧,不然今天跟你讲什么,你都觉得怎么可能,你永远都是什么,不可能的,好不好,那这一次呢,因为那个叫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澳门学习回来的分享会,那这次和解也有过去分享,也有过去,然后我就不每个人了,就派两个代表,好不好,和解和叶子上,分享几分钟,好不好,来,来, 和解和叶子上,因为每个人,我们也在跟叶子上,因为每个人,看到的是什么,不一样,你说对吧,而且呢,这一次和解,那个群姐最幸运的是什么,还跟老师可以同桌吃饭,你说对吧,真的,你看,这个就是,你看,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你看,没有条件,可是和解是开二十多年工厂,群姐是开五家酒楼的,你说对吧,开五家酒楼,她为什么要四年做FC,她老公昨天又开个酒吧,她说没完美了, 不想一直没完美了,想快点一了百了,所以只能在什么,安逸事业成功,才真正什么,解决问题,和解,你看,当他看懂的时候,真的,真正,老师说的成功的人是下定决心块,改变什么,决心了,当和解看懂这个事业的时候,她很会解决问题,马上就跟她老公说,工厂你要开,你处理,我一个月最多来两天给你什么,给你这个处理这个账务,我是不会再来的,我再也不想去工厂,你会发现传统行业是做一行,愿意行,安逸了, 你老是做了40年多热爱的不得了,你说对吧,这是不是,你的情节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好不好,来,让我们和解,你看,和解说吧,她妹妹之前也去了澳门,妹妹是叶子电影的客人,叶子推荐了她妹妹,妹妹了解完了说,我不太适合做,我姐姐很适合,结果她妹妹这次就去,跟她讲什么话,和解这么好,你没看到,你没看到,你眼睛也站不到这里了,全世界只有一个陈老师,广东只有一个那那,她说, 这个成功几率太低了,你看,这一句话轻轻的读很重啊,说是吧,没有判断力的人直接就看他掉了,你说对不对,哇,我就觉得,我说和解,你这个就被很多人打,打不死的就爱不惜,你说对吧,她是不是很有判断力,同时也让你看到,他们两个也是2689,群姐是我的第七代还是第八代,她也是我的第七代,和解,也是深度下来,最上面的就是凯琳劝我只卖一套房子的,帮我卖房子的,你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看到 这个事业,是不是我认真,她就什么,单真了,你看深度下来,我跟凯琳都是给信心了嘛,都是很普通平凡的,你说对吧,可是你看凯琳延伸下来,就会延伸这么办的人才,有没有觉得啊,来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以及前面的所有律师们,大家晚上好 好,有点痛了,我们非常紧张,就一下就叫上来 那我就长话讲说,因为这次是去澳门学习嘛,那我的最大的感触就是,真的是所见所闻改变一生 因为之前呢,我们是只有在大会上面才能软软的望一眼 陈老师,那这一次呢,真的是比较近距离的,很荣幸的,跟老师同台,同桌吃来一顿饭 比较紧张啊,真的是 因为跟这两个感觉,状态一样,有非常大的比较,真的是 然后呢,因为看到陈老师真的是,哇,状态很好,皮肤也很好 哇,那扭菜来真的不是白痴的 给我光看到老师皮肤,看到老师那种状态,精神饱满,我都觉得这个营养要好好的坚持,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呢,这次的所见所闻呢,就是看到,做为所为自己认为还是比较可以的一个有条件的人 但是去买个包给我打击很大 真的不是有钱就可以买的 有钱可以买 但是她必须自己不能买 还在兼用拉娜姐的身份才能买 其实这个包在爱马仕的门槛里面 它是最出级的 也是最便宜的 就连这么一个小包还买不到 真的受打击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如果从传统上来讲的话 我应该跟拉姐一样都是买不到的 但是为什么拉姐可以买得到 就是因为拉姐跟上了名师 因为跟上了名师 就是实现了拉姐讲的随便花有钱花 所以因为买得多 它就不可以再买 我真的不可以再买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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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相信真的要相信 因为时间有限 我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 这次的陈老师 还有拉娜姐 还有吴老师 还有前发的所有的FC 大家现在好 好 很感谢 娜娜姐给我这次跟随澳门学习的机会 我觉得澳门也是我的转折点 我记得第一次刚进来这个环境的时候 娜娜姐也给我一个跟随澳门学习的机会 娜娜姐知道我很喜欢名牌 所以她每一次都让我所见所闻 但每一次所见所闻的时候 我是在 因为这个世界又有累积又有保障 又可以每天看一下天下美景 资金天下美食 冠进天下名店 买进天下名牌 但是我只是看没有买 那我也是突破这次跟随学习的机会 让我突破一点就是相信 像娜娜姐说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很好 我就觉得老师的生活 还有娜娜姐 还有吴老师 所有成功的FC 他们的生活都是无想要的 我想要在这里成功 我就第一个目标就是想达标 但是我当时就很简单 我就很相信 我就很快的一年时间 我就可以达标 而且培养一组达标市场 那为什么自己一直卡冰卡的呢 而就是因为自己的相信程度下降了 像娜娜姐这次也是轻轻地点了我一注 她说我相信是500分 我今天可以这样子拿到安逸的奖金 随便花 随便买 但是我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只有20分的相信 所以我只有一两万块的收入 所以我只看不满 所以我觉得这次所见所闻真的太重要了 我觉得相信真的是太重要了 包括刚刚儿如姐40年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只是年龄大的40岁 我想想都害怕 如果这次我还不跟谁学习 真的我觉得我的相信可能成20分会降到10分 但是我觉得我这次度过这次跟谁的学习 我看到尔如姐的故事真的敲醒了我 我不但要100分的相信 我真的要跟娜娜姐一样的 要500分的相信 我觉得安逸一个是榜样 一个是借鉴 我不要做借鉴 我要做榜样 好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我们这个叶子 你看叶子当时进来 就是最快的速度 是不是他相信的时候 很简单的时候 所以老师说的贫穷辛苦 永远跟着一种人走 就是什么 脑袋刮什么 复杂的人走 老师说的 安逸是也有三个阶段 今天大部分都是领导人 一讲就会听得懂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 当我们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的时候 我知道 就讲这两个故事就OK了 那个叫什么 非常单纯 非常简单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阶段 很简单很单纯 我们既然看到山就是山 看到水呢 是不是就是水 这是第一个阶段 是我们最快的什么 最快乐的时候 但是呢 当我们这个阶段 很快就会进入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当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带了一点团队 会部门折磨一下 你说对吧 然后遇到一些什么 不顺利的 或者是泼泼冷水这些 我们很快进入第二个阶段 不是 好像不是老师想象中的 这么简单吗 不是说简单吗 不是说这么好吗 我怎么出去跟别人讲 人家就这么不相信啊 是不是很多人就会再进入 很多人卡 就是卡在第二个阶段 像我们叶子 卡第二个阶段 已经卡了很久了 所以为什么说 人挪活 树挪什么 树挪死 当你卡了很久的时候 你不是闭门造车 你要走出来 跟老师找差距干嘛 对答案 你说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是卡在第二个阶段 因为安逸他是人与人的事业 人与人的事业都会有这个摩擦 所以老师说的 我们要欣赏对方的缺点 跟他的什么 优点什么 去合作 那个牙齿和舌头这么近都会什么 都会咬到 你说对吗 所以安逸 产品没有问题 啥都没有问题 老师没有问题 团队没有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自己 对吧 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自己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和作者的时候 我们就没那么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卡在了第二个阶段 当我们卡在第二个阶段干嘛 我们不是要卡在那个地方 要干嘛 要走出来 要走出来 走跟随到老师身边 重新走进教室 是不是 重新什么 走出来 回到第一个阶段 是不是老师说的 要永远不忘初心 回到什么 远点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 我们叶子也是什么 他通过 通过他刚刚的分享 让我有灵感 讲老师的这三个阶段 你说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在场 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 今天几乎很多都是领导人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卡在第二个阶段 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我们不是解决问题 我们是被问题解决掉了 所以我们就停留在问题上面 看不见目标了 可是成功的人呢 永远盯住的是目标 是吧 目标大了 问题自然就小了 当我们一直盯住问题 问题又解决不掉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出来学习 如何解决问题对吧 你看老师永远没有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 老师永远都给我们讲的是目标 我们真是一到澳门 老师宝贝老师现在在澳门要做一个FC了 最近老师这个石榴主导会场 老师跟季老师在澳门对着几十个人同台演讲 你看到没有 老师永远都在是吧 刺激我们啊 老师永远讲的都是目标 然后两年没来没进中国大陆 我一进中国大陆培养三个FC 对吧 我们那个叫什么 我们灰姐 我们灿小姐 还有说我和吴问 我们也都可以什么 都可以认识什么 而是啊 一进来马上这么 我发现老师永远在做目标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老师培养三个FC 我就是想我培养三个总监吧 现在新的制度 不用上高级 不用上高级经理 可以直接跳总监 你说对吧 你看 那你今天老师做什么 你做什么 是不是就简单了 老师培养三个FC 那你刚刚进来 你可不可以培养三个阿湾理工 那你培养三个阿湾理工 你不就是营业经理了吗 你不就是世界五百强的中国股东了吗 所以老师说 安定我们要想跟整个教 不断的去帮助别人 今天老师让我们做的最感动的是什么 今天老师这么成功了 每天都在推荐推荐 老师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勤奋 都要兴奋 每天都是讲到伞子什么 都哑了 从起床电话到睡觉 一直都是电话什么 还没有醒 然后灰姐跟我说 老师那个都要看那个电视剧 为什么 我们以前以为老师爱看电视剧 后面才知道 老师如果不放电视剧 会一直想着宝贝睡不着觉 你看老师的这种爱心 是不是永远做给我们看 你说对吧 我们稍微一点点就满足现状了 就得意外形了 我讲到我自己 你说对吧 就私意变形了 你说对吧 所以我就发现真的成功的人 永远是顶住目标的 所以当我们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要尽快要干嘛 要走出来 回到原点 当你再一次突破的时候 你就很快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你起飞的时候 第三个阶段 你又回到了第一个阶段 你看山又是山 看水又是水 这个时候你突破破后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说 身体的成长是点点滴滴 而心智的成长呢 却是一日千里 你说对吧 所以我们第二个阶段 记住大家都不要卡在那 你要干嘛 要走出来 一个上一个下 中间多一横就是卡 就会卡在那个地方 就像刚刚叶子座 卡屏 卡在那个地方 当你一走出来呢 学习是为了什么 找差距 对答案 是不很重要 这三个阶段 我们有没有很有感悟 我觉得当时我也有那个阶段 卡在第二个阶段 遇到那个叫什么 解决不了的问题 也会卡在 好像不是说的这么简单 找14个人就FC了 所以想法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说对吧 像老师说的 如果我今天找14个人FC 我站在台上 你会扔鸡胶膠皮的 扔那个什么 扔鸡蛋 你说对吗 所以后面就讲说 老师这次就讲一个故事 我就把这个故事讲了 我们今天就结束 因为那个叫什么 就老师这次还就对那个 领导人 那个完评解 我就看老师是怎么样 把一个新人 迅速变成什么 领导人 当我们不学呢 把一个新人 快变成个老人 你说对吧 但是老师会做的 会教的是什么 很快把一个新人变成什么 领导人 迅速2689 这个领导人就告诉他 你今天不是要什么 就讲一个师徒 一个师徒培养了三个 这个叫什么 三个这个师徒 你说对吗 培养了三个师徒 然后就跟他们讲 送他们这三个师徒 分别 每个人送一个礼物 结果第一个师徒呢 我可能讲的没有那么 我听故事要听好多遍 才会记得 才会讲的那个标标准 然后第一个是什么 就说那个 那个那个徒弟呢 就讲这个师父 因为前排都是老师 培养的天明天教 我特别请让大家做得到 特别我们不运捡来 我特别请让大家 然后那个什么 就讲这个什么 第一个这个叫什么 徒弟 就就说这个叫什么 让师父给他一个什么 就点石成金 然后不是不是 一下讲乱了 就给一个石头 他就什么 点石成金了 然后第二个徒弟就觉得 这个第一个徒弟挺笨的 既然师父可以点石成金 你为什么要用一个小的 一定要搬一块大的 你说对吗 结果他就搬一块大的 师父点石成金过 干嘛 他就搬不动了 你知道吗 后面第三个徒弟呢 他就跟师父说 师父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你手中的那个金手指 所以就跟那个王庆杰说 你今天不是要 我来带你点石成金 今天我是要把我这个金手指 什么 交到你的手指 你要学到这个点石成金的能力 你不就变成下个老师了吗 今天安逆世界最大的魅力 不是你一个人行 你是可以培养 像老师培养千千万万个老师 他最大的魅力 是不是可以复制的 你说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学什么 我们要学点石成金的本质 老师说 你今天学到点石成金的本质 跟老师学什么 跟老师学专门怎么培养F学 你看两年没进中国大陆 一进来培养3个FC 你说对吧 专门培养F学 100万美金 一个月的这个叫什么 利息 我们是要学这个本事 所以当我们今天不出去 我们把这个事业看得太小了 你说对吧 我们就像我刚开始我就觉得 哎呦我赚个3万就不得了 就像现在做个打标 我在这里就 这不能说好日子 我就怎么一家 这个老老小这里消费低 就不愁吃喝了 你说对吧 你看梦想都是什么 小小的 所以老师说你的成就大不过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大不过什么 你的所见所闻 所以这个月什么 新的财年 第一个月的开始 对吧 老师就派那么多的天兵天教 我们评检 农民评检 你看也在人家的工作室 会产都是买的 不像我们是租的 你说对吧 那他这一切的一切 透过什么 是透过这个事业 你看蔡小姐 酷大哥 他们在这个事业 已经是我们的前辈 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都是今年上FC的 你说对吗 还有君哥君姐 你看他们这么快的时间 真正成功的人是什么 是下定决心块 是改变决心 大家看懂这个机遇的时候 他是什么 快刀斩乱 你说对吗 辉辉姐你看跟他 那个萧大哥都是百大 留德的 你说对吗 都是什么高学历 任何人在老师的什么 手里 老师拥有点诗成经的本事 都可以让他培养成什么 FC 所以今天我们新的财年 我们今年上营业经理的 上高级经理的 这都是你安利事业的 刚刚开始 我们今天作为 就像老师说的 Holy High 这也是他们说的 老师的英文名叫Holy 作为老师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要干嘛 都要定位什么 做FC 好不好 都要做FC 都要把老师的那张王牌 当我们今天把老师的那张王牌 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只有什么 只有目标了 所以这个月是第一个月 我们一定要什么 只有目标 没有问题 去做 去做 记住 成功的人都是盯住目标 失败的人都是什么 盯住问题 有目标的人 每天都在奔跑 没有目标的人 就像这个月 也有很多人是没目标的 9月就开始逃跑了 那你这样逃跑 是要奔跑 也是决定在你的什么 一念之间 那你逃跑的 损失的不是别的 是你自己 因为安利事业是你自己的 你今天不是为领导人干 也不是为这个人 也不是为这个干 不是为那个干 你过不去是跟你的前途过不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事业是我自己的 对吗 今天我们看到千真万确的事 今天看到阿如姐 是不是要相信 第二个 四代都是FC 要不要推荐 每天都要推荐推荐 每天老师说的 五个亿 亿个亿 每天要什么 推荐一个人 第二个是什么 每天做一场有效的聚会 什么叫有效的聚会 就是什么 产品出去 人静了 不是整天感情铺垫 哪有那么多的感情铺垫 感情也要铺垫 但是什么 我们要有这种弹性度柔软度 是在做的过程当中 不断经验累积的 你没有去做 你怎么能掌握这个度呢 像我从来都不去炒菜 我怎么知道掌握那个油盐 你从来不炒 一炒要么就咸了 要么就大了 你多炒几次 那个盐是不是就掌握得刚刚好了 是不是熟能生巧 巧能生妙 妙能生觉 老师说的嘛 这一次老师说的 哇两年没完 都不太会玩了 老师就是玩那个 老师是赌场 就是老师的市场 老师玩 说都不会玩了 后面老师把他说 如果两年不做安利呢 是不是也就不会做了 天天做 这个就熟能生巧 你天天讲 天天做 是不是 就是安利就是这一些嘛 你说对吧 那你 几年都不听见一个人 当然你就看到人没有感觉了 明白了吗 然后第三个意思是什么 你每一周去带一个 不是一天带七个 是你七天带一个 就不得了了 叫七天天进 那这个人如果七天没有时间了 你不能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很多的 哎呦我多搞笑 我的老师说的 要七天天进 你今天必须来 今天第七天 你必须要来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什么人来的 对吗 人家没够你要有弹性 柔软度 大喝大气 对吧 你不然必须要来 你也必须要来 你也必须要来 我跟你讲啊 别来开卡了啊 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子大人 我跟你讲 你就是不懂得找到这个 弹性 柔软度 你说对吧 你是不是没有做到七次要没有做到七天 没办法七天要干嘛 你要七次的时间 最快七次的时间 你说对吧 他不来我们更要碍于关怀 所以这一次老师就说了 很多人不懂啊 以为要学技巧 就是说做完力要学什么技巧啦 就像做金锅 我昨天看到他们发一个朋友圈 我们的宝贝 烹饪技巧 我们的清波就是菜要变大厨 搞什么技巧 你一听技巧 这就叫素的东西 素的东西是不弹性的 安逸没有技巧 老师这次轻轻的一句话 很多人不懂的是整天搞技巧 对吧 整天搞技巧 老师说安逸世界是真正的 你非常真心 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 因为路遥的司马利 日久见人心 感觉比较什么 快十倍 不是搞什么技巧 安逸没有技巧 我们这么多年老师就没教过我们技巧 就教我们两个人做人 对吧 老师这次说 不懂的人整天说 哎呦 做得好要搞什么技巧 什么技巧 真正清波 像老师说 做清波要干嘛 你明明做得很好 都要做得笨笨的 哎呦 都说 哎呦 是不是差不多了吧 够吗 够吗 如果那个叫什么 如果不好 就是你的要主动 要是自若是大智慧 你看那个清波做得很熟练的锅 很麻烦的出去 人家信了 不要碰我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不要来 我来我来我来 领导人被打死了 新人也没戏心了 对吧 你就是这样 你很会做这么做的笨笨的 就老师说 哎呦 怎么样 别人看了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就觉得 哇 这么笨笨的 随便乱蹬进去 就这么好吃 这个锅我买了 而不是一味的讲 那个菜有不好吃 这个销就关一下就错了 就像以前就卖书鸡啊 卖牛渣糖啊 千万不要搞那些 牛渣糖 你过去的人家吃下去 你会 你会 我跟你还白做了 真的 你要有这种危机 是这老师教的 我们就是没有这种远见 对吧 为什么说千点万点 不如名思一点 所以你要装的笨笨的 要做的那个叫什么 很简单 然后呢 别人就觉得 哇 这么笨的都可以做出来 你的锅是吗 不是消失那个菜好吃 永远都是这个锅 哎呦 我以前就不会煮菜的 哎呦 我都觉得我老婆 你觉得我好倒霉哦 不会煮菜 后面才知道 哎呦 不是我不会做 但是我们家的锅出现的问题 我没有那个锅 你看我现在这个锅 随时一嫩 你看我们算是 我还是这么小 一嫩 好 那个都抢着做 哇 小朋友都可以做 因为简单 别人就有信心 所以老师为什么安妮做到时间底 老师永远把安妮讲得很简单 简单别人有信心做一做 如果我们都讲得很不早 别人听完都没信心 都不要干了 你说对吧 算很简单 所以第三个是什么 你每一周带一个人 你有没有信心 那你是七天带一个人容易 还是每天上哪个小时的班容易 每天推荐一个人容易 安妮而且不用上班 已经很自由了 你是不是就有比较了 老师说的 我们不要整天跟人家讲 安妮好 安妮妙 安妮呱呱叫 而是要懂得什么 分析比较 对吧 分析比较 举实力讲安妮 要点尖一切 安妮这么好 我再来试一下 而且不要一开始叫别人做 一开始 新人绝对不能做 干嘛要来试 所以琉璃姐姐 你一定不能什么 急着做 你早起做的 一定我送给你两个字 你死的坏 我可以知道 明白了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做过去 你觉得你做生意的做 很好搞 跟安妮你怎么 半天都讲不进来 人这么好 你马上就有错办法了 所以新人进来都有个同病 着急 刚开始死都不做 医疗家里这么好 还不能一天就上FC啊 一天就搞他十字图进来 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所以这就是新人的作用 一定新人 不要 绝对不能着急 不知道干嘛 你要着急 你不会做 你做一个 你还会有信心吗 对吧 人的信心都很容易被挫败的 最后一个什么 你每个月都要培养一个创客 就是5000分了 现在虽然没有创客奖金了 你就打一半 老实说你要量化 就会有信心 对吧 打一半 那个什么 创客 然后呢 那个叫什么 爱死一趴 每个月给自己目标 然后最后一个意思 每个月一号要定自己自用的 就算你是买米下锅 还是还是要下锅了再买米 是吧 每个月定自用不是囤货 是地质 自用的回来 你要自己用的过后 改变了 你才可以分享 因为你给人家分享 人家上下打脸一下 你 你的脸上那么多痘痘 那个粉像刷上去的 像我眼前穿黑 我一边走一边掉 你就人家不要 绝对不要 因为那个脸太干了 那个粉中沾不上去 你是不是要做面膜 要自己什么 慢慢的要去体验 他们最近就是我的皮肤改变很大 因为我有勤快的做面膜 有用玻尿酸 去那个澳门比较干空调里面 我八天就用了三只玻尿酸 你看这是不是就改变 因为我脸比较大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 所以期望不要教技巧 你教技巧你就搞骗了 老师永远的方向 你方法是更重要 没有技巧 你今天安逸这么好了 你就要什么 就是老师说 永远是人与人的誓言 要什么 真心真诚 你看为什么 我们也跟着老师走 老师对我们永远都是这种真心真诚 就老师下电梯 轻轻一句话 是不是你要很有心 我就觉得哇塞 听老师这么一讲 是不是很简单 不是 又这个又那个 你会觉得 我好难 我做不到 我只要很真心 很真诚的去对每一个人 是不是就很简单 最后一个就要自用 因为你不是用什么分析 好不好 然后这个月是月初 这个月是九月份 第一个月老师说的 我们每一 我们要把年初当年尾 一定要往前 不要往后 年初当年尾 然后那个叫什么 然后呢 就把月初当什么 月晚 我当时那个时候 我上高级经历的时候 我没有信心 我就是老师那个时候 9月10几号到深圳 刘宏姐那边做这个训练 然后我就重复 把这个话听进去 然后又在新加坡 突破了这个观念 我就要讲这个观念 讲完 真的就要结束了 好不好 因为把这边要那个 就是 但是我没有信心 其实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就是被问题解决掉了 是不懂得解决问题 所以老师说的 这个世界上都是爱巴定义 80%的人 他为什么是普通人 他是遇到困难和错证的时候 逃避 过去的我就是这样 逃避 然后抱怨 对吧 怨天尤人就跟怨妇一样 抱怨 怨天尤人 你说对吗 就被问题解决掉了 所以是普通人 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是要从80%的普通人 解决什么 15%的成果人 15%的成果人是什么 他是遇到困难 遇到错证 是欣喜若快 他好了 他就解决问题 这非常之难 但问题来的时候 要想到 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被问题困扰 你说对吧 像我们不学习 就像第二个阶段刚才讲的 看上不是上 看嘴不是上 其实我们就被问题解决掉了 我们不懂得解决问题 我们就开始怀疑 怀疑安利啊 怀疑自己啊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说对吧 所以我当时就听懂这个观念 所以当我遇到困难和作者的时候 我就在告诉我自己 我到底是要再继续作为过去的普通人 还是要今天什么 要变成不普通的人 我今天变成不普通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 所以当我的这个念头 是不是老实说的 想法很重要 因为你的想法没有改变 你的思想一定是走在前面 后面行为才会跟着 如果你的思想没有到 你的行为是不会跟你到的 你认同吗 你没有想过去澳门 你是不可能去办澳门签证的 对吧 你没想过买房子 你是不可能去看房子的嘛 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想到我要买一个房子了 你看到那个楼盘开盘 你才会有兴趣去看 就讲的这么简单啊 但你其实你没有想过成功 你是不会成功的 你是不会研究成功 你没有想过成功 你就有很多时间加油的没的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你的想法 你的念头 非常非常重要 你说对吧 你看像那个叶子 还有狮子海燕 同时当时跟着我们 智慧去到澳洲 就是专门去看安宁公司的流出 这么好 你看当他们三个去完 回来看到相信的是叶子 叶子回来就海外离开 那另外两个不相信的呢 还是老燕子 你看到没有 其实按道理来讲 我们的海燕 跟那个湿湿 记忆力也比叶子好 身体也比叶子好 叶子快了 然后她现在能活着不错了 对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今天你不是输给什么 而是什么 不相信 对吧 是不相信 你看盈盈为什么起来 盈盈当时跟树芬一起进来 树芬相信了 她不相信 她后面看到树芬起来了 盈盈重新起来的时候 觉得浪费了几年的时间 要全力以住 你看到了没有 所有成功的都是什么 都是相信嘛 你看高韩现在相信了 也没有借口了 哎呀哎呀 以前都是这个事 那个事 很多的事 但你借口期很快 就到死满期了 因为你不够相信嘛 你说对吗 所以相信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然后就这样 成为解决问题的人 只有目标没有问题 最后5%的人不用讲了 我们先做到这15%的人 当我们新的财年 我们这个月算 有没有挑战 有没有困难 一定有的 我们是否想法突破了 当我们想法突破过 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只有什么 只有目标了 好不好 那今天特别感谢老师 嗨老师 这个天命天降 来到这边 还有我们所有付出的人员 临时举办了这个 因为想到这个人多 在这个会场 不太那个 然后临时举办这个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这个呢 也没有那个叫什么 报备 所以疫情 特别的 没有太坏了 也很紧张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 聚意见 酷达哥 蔡小姐 还有灰姐 还有军飞军姐 来到这里 帮助我们 在这个团队 特别的感人 还有感人老师 那今天晚上的会议 到此结束 9月来的开人鸿 谢谢谢谢 好 让大家先一位就纵